大家好,好久不见啊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打算做转型菜转 这道菜叫马夫妇 是我的外婆很久以前教我做的 其实我18岁的时候对做饭不甘兴趣 但因为现在我一个人住 所以做饭成为了必备技能 我打算用所有能找到的配料来做这道菜 虽然有一些配料我找不到 但是我觉得即使没有也没关系 我会尽力的 我们需要两汤匙特级出炸橄榄油 拌柯茄子味的洋葱 三瓣蒜末 两汤匙番茄糊 一罐随番茄罐头 28盎司 两汤匙意大利香醋 一汤匙红糖 两茶匙干牛汁 有他盐 鲜末黑胡椒粉 15片转型菜叶 1磅碎牛肉 10分之1杯生米 10分之1杯意大利面包蟹 半颗切碎大洋葱 2汤匙新鲜切碎 香芹有太盐 鲜末黑胡椒末 携手将烤箱入热至350度 然后用一个大盛煎锅或大锅子中火上 加热 加入油 第三个部分 就是放入洋葱 煮5分钟之软 然后拌入番茄糊和蒜末 煮1分钟直到香味四溢 倒入碎番茄 然后加入香醋 红糖和牛汁 小火转至中小火 熬20分钟 加入盐和胡椒调味 我们需要准备一大锅 飞水将转心菜叶 烫1分钟左右至软嫩 然后鲜料制作 我们准备一个大碗 加入水牛肉 一杯沙丝 生米 面包蟹 洋葱和香芹 最后的部分就是 加入盐和胡椒调味 我们刚准备我们的菜转 现在我们准备我们的菜 第一个部分就是 在大烤盘的底部 涂上一层薄薄的沙丝 用削皮刀将每片转心菜叶 中间较硬的三角形部分切到 然后我们将三分之一杯的馅料倒入菜叶的一端 一边转起来 一边将边缘再进去 然后将转边朝下 放在烤盘的沙丝上 把剩余的沙丝淋在 转心菜转上用 洗着盖住盘子 太好了 我们现在烤一小时15分钟 直到米饭和肉已经质地熟透 好的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你喜欢这个食谱 我将在下面的描述中 加入我的脚本 我请大家看一看 你最喜欢的食谱是什么 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给它一个喜欢和订阅 谢谢大家 感谢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